手術房急診室 撐了醫生過勞溫床 奇美蔡博腔醫師累到失憶 還有人穿著白袍 邊吊點滴邊看診 邪悍公時衛福部要喊咖 住院醫師每週公時 不得超過88小時 今年請納入評鑑 不合格醫院就死當獎集 法定公時是規定這個時候上班 這是會因為成會的學習 讓我們更早的到班 這些都是班表上 交給衛福部班表上 所呈現不出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黑暗公時 說穿了住院醫師班表有隱藏版 公時資料都是醫院填好端出來 衛福部無從查核 而且人力短缺情況下 住院醫師公時想要縮減 根本不可能 一般就是下班之後 連續上班到第二天 第二天繼續上班 然後到第二天的下班時間 才算是下班 所以等於是完全連續上班的過程 以江醫師為例 現在是外科第二年住院醫師 每三四天就要輪職 早上七點上工加值班 最快也得隔天下午五點才能下班 工作36小時跑不掉 但每周破百的也大有人在 像是過來人 副產科名醫隱藏身 開刀一台接一台 想喘口氣都要看產婦有沒有空檔 那你對病人照顧是一個 叫連續性的照顧 那你不可能說這個病人一段 照顧了一段我就要離開 按照這種時數的話 但當然可能很多的床位啊 還有很多的病人的招呼 就會沒有辦法 關床危機恐怕也是 衛福部需要正式的問題 而且住院醫師超過公時 就將醫院降級 姿勢提大 尤其面對的是醫學中心 醫療盟理事長張志華更質疑 衛福部有這個腰桿嗎 記者楊祈昊 邵玉敏 台北採訪報導